讲讲未来世界格局走向 我前面讲过 世界格局是由大国力量决定的 而以后 我个人认为 实际上最主要大国是中美两家 那么中国呢 由于我前面讲的 我们已经实现了 伟大的中国国业革命 然后我们崛起 在物理上是势不可挡的 这个 那么美国呢 因为种种机缘吧 它也是非常强大 未来也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呢 大概未来世界的格局是两超多强 就是苏联解体以后 世界格局由两极格局 变成了一超多强 然后美国的整个精英层呢 他们的整个战略思路 是永远维护一超多强 我认为既不是一超多强 又不是多计划 最后出现的结果 一定是两超多强 这是未来世界的结果 然后两超就中美 那么由于中美是未来的两超 因此中美关系的性质 将决定21世纪国际关系的性质 我们之间以竞争为主 那么21世纪国际关系 就是以竞争为主 我们之间以合作为主 就是以合作为主 是吧 那么我们中国当然非常希望 我们那个未来的中美关系 是以合作为主的 但能不能成为那样 我们不知道 因为它取决于美方的态度 而现在看起来 美方接受中国崛起 平等地对待中国 是很难的 知道吧 那么 但是20世纪的历史教训 是这样的 中美两国 真是合则两立 斗则两伤 如果我们斗完了 其实相互伤的是很重的 是吧 但如果我们合作 其实是对大家都好 我经常跟美国朋友讲 你现在防范中国 但是20世纪的经验 告诉我 美国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你国力再强大 你的联盟体系再完善 如果真把中国恶火了 中国要跟你打 你是赢不了的 相反的 中美如果合作 双方都好 基本的道理就是 中美要打 美国再强大 他也赢不了 知道吧 他很难受 而且他主要的战略资源 都被限制在这 但中美要合作呢 一定是对双方都有好处